四川的三星堆向來都是歷史和考古迷必去的景點 自從他們在2022年有新的文物出土後 三星堆博物館的新館亦在今年8月正式開幕 位於四川省廣河市的三星堆為止 被譽為20世紀人類最重大的考古發現之一 而最新開幕的三星堆博物館 新館更是世界級頂尖的博物館 新館歷時16個月建成 建築面積大約5.44萬平方米 裡面將會有近1500件文物 在今年7月正式亮相 三星堆博物館新館由中國建築西南設計研究院 總建築師劉毅擔任總設計師 新館的展覽廳總共分為三個部份 分別為世紀族夢 藝賢黃刀 和天地人神 各個展廳再細分為多個單元 從多個角度展示中國在考古學上作出的貢獻 和文物發掘成果 三星堆博物館新館內有多件各寶級文物 其中青銅大立人像更是鎮館之寶 是國家一級文物 在1986年法國出土 是同時期全世界最大的一座青銅人像 銅像年底座高達2.62米 重約180公斤 除了面部造型獨特 背後的龍袍充滿圖文細節外 銅像雙手情虛握狀 亦是一大量點 到底手握著甚麼呢 多年來有不少學者都為此作出研究 青銅大立人像是中國禁止出國參展的國寶級文物 所以可以在現場欣賞到重量級的國寶 實在機會難得 大型銅神樹 由底座、樹和龍山部分組成 採用分段鑄造法鑄造 高3.96米 神樹結構複雜 多個部位都各有異象 是全中國青銅文物之中 體積最大的一件 亦是國家的一級文物 四川三星堆博物館 將於今年9月 向香港的故宮文化博物館 借出120件三星堆文物赴港展出 展覽二刑事三星堆 四川考古新發現為主題 為期4個月 讓香港市民大眾 都可以近距離接觸三星堆的文物 赴港展出的文物 全部都是珍貴的文物貴寶 其中一半更是近年最新出土 有23件更是國家一級文物 當中包括目前三星堆 最完整和最大的青銅面具 金面具更是首次 在三星堆博物館外展出 是目前三星堆 考古法國之中最完整的面具 刑事三星堆特別展覽的展規 為2023年9月27日至2024年1月8日 9月份及10月份的門票 將於2023年9月1日 早上10時起正式公開發售 大家有興趣的話 記得把握扣票機會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